2008年60岁的罗康瑞正式和朱玲玲结婚 罗康瑞更是高调宣布 要将瑞安集团百亿的资产分给朱玲玲一半 据说正是这一举动 直接导致前妻和儿女与罗康瑞反目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就在罗康瑞和朱玲玲结婚的2008年 正值香港金融风暴 当年罗康瑞的瑞安集团股价曾暴跌过25% 而在当年6月底 公司更是损失1.15亿 多年之后罗康瑞也曾表示 2008年公司曾一度陷于破产边缘 如果罗康瑞所言非虚 当年他和朱玲玲的豪华婚礼 以及他放下豪言 要将集团的财富分给妻子一半 就更像是一种公司外交上的策略 毕竟当年火英东就曾坦诚 儿子霍振廷和朱玲玲的豪华婚宴 是为了帮助当时的霍振廷 在国际体育界打开知名度 富豪们的豪华婚宴背后 究竟还藏着什么